奧運的話已經改到 奧運我剛剛查一下 好像變成2021了 本來2020嘛 因為現在那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 延後了一年 而且好像那個 我剛剛Google一下好像也已經 那個什麼 奧運的那個天數好像已經改到7月23號了 OK所以 等於那上面就很多討論 討論那個什麼疫情影響怎麼樣 延後對經濟影響 當然影響很大 然後他們 光這一次就會 可能那個 經濟的損失 GDP的損失 其實就非常的大 不過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重點應該就是說 怎麼去計算 所以也許你在旁邊加一個 2021的7月23號 假設這一天 那如果今天想要知道說 它跟今天相差幾天的話 OK 倒數計 其實很簡單 這個根本不需要DATIF 很簡單 因為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 跟190相差 1月1號相差幾天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把這一天 減掉今天的 日期 日期減日期 得到的結果就是 就是了 等於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 這邊加個等於 等於哪一天呢 等於 比較大這個數字 有沒有 減掉什麼呢 減掉比較小這個數字 今天 那減完之後啦 當然如果它回來了可能是 有可能格式是變日期 沒關係要把它改成通用的就可以 或者改成數字的格式 它就會變成是天數了 OK 417 如果本來它沒有延後的話呢 如果變2020好了 本來417天 本來應該是多少 剩52天 其實52天很近嘛 大概就是 不到兩個月時間就要舉辦了 就沒想要一延就延一年了 哇 這 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本來預期說 大家都要去 看那個東京奧運 OK 而且 那時候東京 聽說 那個什麼 房價 那個 當然 房價有提高了 我說那個 飯店的價錢也提高了 很多人 他 半年前 一年前可能就已經預定了 可是現在的話 可能大家都 可能要退了 而且現在也沒辦法去啦 一直想去 因為有 有的人 可能每年都會出國好幾天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不能出去 好處是說 不用花錢 最近今天也跟那個 有個朋友在聊 他很喜歡出國 尤其他很喜歡去日本 一年可能去個至少兩次 就今年一次都去不了 他只能回憶而已 他就在把他以前的東西整理整理 OK 也沒辦法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日本 這個 這個國家還蠻有趣的 因為最近 我也自己也去日本 因為主要很近 所以 之前 一有空就跑去日本 OK 一年 算下來啦 我剛剛去日本 應該有 應該有20次吧 我這也沒有特別去算 因為反正 有空 就 跑出國 出國 不知道去哪裡 感覺日本不錯 而且日本之前的那個匯率就很低嘛 本來日本不是很熟悉 後來發現 日本怎麼跟 跟 我們 有 某部分很接近 而且一查 發現 他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日本人到底是怎麼來的 一查才發現 好妙 因為裡面的話 提到吳伯 有沒有 我到那個和服店 我看吳伏店 他叫吳伏店 而且我姓吳啦 OK 我覺得 而且我到日本 沒有一點 我主要 我有時候在那個 公園啊 或什麼地方 就會有日本人來跟我要聊天 他不會把我看起來是好像 是外國人 所以我一直 對這事情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所以後來我 最近花比較多時間 就想說 把那個 語言學一下 最近其實也 蠻花一點時間 看一下 而且有些 剛剛看了一些 消息說 在日本 那個天皇姓什麼 還有 還有那個 就是有那個 說什麼 其實那個天皇姓吳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反正就是 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年跟月 到底要怎麼算 比較簡單 因為剛剛我們看一下 倒數計時這個蠻簡單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天減天 減出來的 就是相差幾天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要算什麼 算這個 底下Dedif 待會請各位切到Dedif 那其實呢 如果我假設有個例子 我希望算 這個員工 他的生日是這一天 請告訴我 他出生到現在為止 他 總共 活了 幾年 幾個月 又幾天 那就是要長這樣 他幾歲 幾歲指的是他活了幾年 幾個月又幾天 而且要很 這個完整詳細的敘述 要把它列出 這地方怎麼做 以前如果說你不會用Dedif的話 真的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會用Dedif的話 那這個問題 相對的簡單 可是問題要怎麼用Dedif 幫我們去計算 那個年跟月 其實日我覺得還好 主要的話 各位可以往上看一下 這邊有個範例 如果說呢 你在Dedif裡面 給他參數用Y的話 他就兩個日期相差幾年 如果你用M的話 相差幾個月 那D的話 D其實不用 兩個日期相減就好了 然後YM的話 如果你算完年之後 所剩下來 還有幾個月 OK MD的話 算完年跟月之後 還有幾天 也有找0的部分 你可以用YM跟MD OK 那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 你可以 插入函數 特別注意 日期時間 你想說 是不是應該有個Dedif 可是你會發現 D裡面居然找不到Dedif OK 那怎麼辦 你想說 為什麼Dedif 裡面沒有 但是他沒有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好 特別是Date Dif 錢瓜 要自己打 因為出現了 他可以 他這個所謂的相容模式 那為什麼相容模式 你想說 為什麼就麻煩 直接就列清 這些點比較好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函數 最早是出現在 一個 以前試算表 最多人使用 Rotor123 在 Excel 還沒有那麼多人使用之前 最早在DOS環境 DOS應該知道吧 黑白那個畫面 就是Rotor123 那因為很多人用 Excel是後期之秀 他為了要相容跟他一樣 你們用習慣的 你在用我的 也沒有關係 你上面有的 這邊也都有 所以怎麼樣 他就把這個拿過來 但問題 這個函數是 Rotor123的專利 所以你 這個當然 你不是說 你今天要用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 他就用另外 我用相容的 相容模式 OK 那意思是不要放清單 我可以用打的 這樣可以用相容模式 所以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應該知道Rotor123吧 OK 如果點 點頭的話 表示 你應該有點年紀了 開玩笑 因為 這個東西已經30年前 以前的 已經算古董了 OK 所以不知道也算蠻正常的 所以剛剛搖頭的 表示你很年輕 可能有人還沒出生吧 OK 好 那 他需要三個參數 Dedif 第一個參數是前面一點的日期 OK 豆點 第二個參數給後面的日期 就是比我比較接近的 OK 豆點 第三個要給一個字串 給一個文字 假設我要比年的話 你就給Y 好 按 Enter 或打勾 好 相差26 OK 意思說這個月 但是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 把結束日的 10月改成8月的話 特別注意 他按Enter會怎麼樣 25 意思就是說 Dedif 除了算 相差幾年之外 他會去看你的月跟日 滿 意思說一樣滿 才能多 增加一年 OK 另外 另外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 如果我今天 我不用 Dedif來做的話 你們也可以計算一下 其實你可以用剛剛我們用過的一個函數 叫做 Ear Ear Ear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日期取得 年度部分 2006 按確定 你可以減掉前面這個 所以減掉 我再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複製然後貼到後面去 把裡面的那個儲存格 改成這個 改成這個 OK 就是 這邊 1980 那也是26 不過最大的差別 就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把結錄期改成 沒有滿的話 Enter 這邊是25 可是這邊還是26 為什麼 因為他Ear的話 是直接去計算 相差 幾年而已 月跟日他不管 OK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以後你們要假設 如果你要算有滿 才算多一年的話 你要用Dedif 可是如果你不管 反正你那個年到了就算 那你就用Ear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彈性的使用 那接下來後面的話 如果 這兩個日期相差 幾個月的話 怎麼算 真簡單 把這邊向下填滿 改成 M就可以了 打個勾 OK 313個月 313個月 那這裡的話 說真的 後面 如果你用曼時 很抱歉 沒辦法 後面 沒有其他取代的方法 所以 Dedif在曼時 計算的地方 相對是比較佔優 賺點便宜的 那日相差幾天的話 那我們向下填滿 把這邊改成 D 相差幾天 其實我剛講過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辦法用其他方法取代 等於 這一天 剪掉 這一天 剪完打個勾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Dedif用D的地方 其實佔不到便宜 為什麼 因為公式 看 要是我的話 我沒事我幹嘛用Dedif 如果他打那麼一長串 如果幾天 一剪完就好了嘛 幹嘛 所以 主要是讓各位比較一下 有什麼時間 什麼時候用 OK 我就覺得 最大的效益在這裡 M的部分 OK 相差幾個月 而且 這個幾個月 他還會幫你算 那個 裡面有沒有潤月 28天 29天 他其實都會幫你 把它計算進來 再來的話 計算完年之後 還有幾個月 那你可以用YM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YM 意思說 算完26年之後 還剩下幾個月 所以這個我把它改回來了 改一次 OK 就算完之後 26個月了 那剩下 8月15到10月12 還剩下有多一個月出來 我還沒算到 所以是26年 一個月 然後 然後 還有剩幾天 有沒有 8月15到10月12 相差一個 還差 幾天 所以 後面的話 你可以 這邊可以 這個比較少 YD比較少用 算完年之後 相差幾天 我們重點是 MD 所以把這邊 改成什麼 MD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 我算完年 26年 OK 然後一個月 剩下27天 他就幫我算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比較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Dedif 幫我算這個人的精確的年齡的話 精確到千數 那特別注意 重點就是這三個 所以請各位先 大概try一下 那個Dedif 之後 然後再試試看 如何把剛剛的這三個參數 把它帶到這邊 然後做出來的話 我是希望顯示成這樣的格式 OK 試一下 畫面先黃點 各位 好